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到来 而且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估计全网也没有几个人能像我这给大家说明白 我从经济的角度上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到来了 这么说吧 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我这公司干嘛呢 比如说我就是生产手机的 比如说我靠着生产手机卖手机 我这一年挣了一个亿 按照二十八比例的原则 我作为老板这一个亿的利润呢 我拿走了八千万 剩下那两千万呢 我给我底下这个员工发工资了 对吧 那么呢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第二年最大购买力就是两千万 就是穷人手里的这工资啊 就是第二年的这个消费购买力的总值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因为虽然说我占了八千万 那我就一个人呀 对吧 你这些有钱人 比如说我八千万 我可能第二年我花一百万 或者花五百万冒泡了 就我一人 对吧 我一人花不了那么多钱 虽然说我占的 挣的多挣了八千万 但是我就一人 我一天能也就吃三顿饭 睡一张床 对吧 所以这个消费力呢 主要靠这基层的这些员工 我给他们发的两千万工资 他们去消费啊 但是呢 这个员工里头呢 也不是说都是月光毒 对吧 那有的人他是月光毒 说我这月挣了多少 我花多少 有的人他想攒点啊 对吧 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 万一哪天下岗了呢 万一我我想换个房 或者换个车什么的呢 对吧 他有人攒钱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这个第二年呀 这两千万不一定 他都消费了 懂我的意思吧 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一共发两千万工资 这些人呢 攒下了一千万 打算花一千万 能明白我意思吧 那第二年的消费力呢 就成就只剩一千万了 那这消费力剩一千万了呢 我第二年 比如我在想卖手机的话 我就得按照一千万的这个价值 去生产这个手机 对吧 不能高了 因为就那些钱 我生产那么多他买不了啊 对吧 那 那这些资本家啊 就比如像我这资本家 就得算你怎么着 让这些打工人 多掏点钱买东西 怎么着 让他把这两千万全花了他 因为他只有他全花了 穷人花钱越多 我就能加大力度生产东西吗 生产完这东西再卖给他们吗 对吧 他们老捂着钱包 老想攒钱不花钱 那我生产这些东西 我卖谁去 那谁都不买了 我怎么挣钱呀 对不对 资本家都是贪婪的嘛 都希望第二年比第一年挣钱还多嘛 对不对 那怎么着让这帮人花钱呢 就是说温柔一点的手段啊 咱们就是从大环境上来说啊 就是除非你能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一个新的产品 比如说现在这个智能手机 比如开发出一个 更新的一个 手机 就比如说这手机啊 我拿这 我只要输入一个地址 马上这个手机就带我一下时空穿梭了 比如我现在想去上海 我就想我想去上海 输入完了 他突然一样我就去上海了 你发展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 那可能一下刮刺激一下消费 第二年 哎呦 这些这些普通人啊 社会底层人 哎呦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错啊 我买 就跟什么呢 就跟那个苹果手机 就跟智能手机刚上市 以前他都用的按键的嘛 摩托拉 诺基亚 爱立信的那手机 一下出了智能手机 哎 这新颖啊 这个东西好 哎 要不然 你就能出点什么跨时代那种产品啊 比如像特斯拉 那个什么 那个电车啊 什么那种玩意儿 这能刺激消费 那比如第二年没有这个新款的这个新型的产品 那怎么办呢 那这帮玩意儿呢 又又想了个招啊 就是那种 呃 怎么说呢 附加值产品 就比如 LV包啊 香奈尔啊 这就这种什么劳力士手表啊 啊 这种咱能沾下身份的这种玩意儿啊 其实一个包的成本不到一千块钱 卖你两万多 一块表呢可能成本也就几千块钱 卖你好几十万 啊 但是呢 他就制造出这种噱头来啊 就是我这表 其实成本啊 包也好 表也好 那种高端奢侈品啊 他成本很低廉 啊 但是呢 这些资本家呀 就是买断了媒体 买断了一些所谓的名人效应吧 在家做各种广告 做各种舆论宣传啊 给这个普通消费者啊 造成那种 只要我用了这个奢侈品啊 我的身份地位就提高了啊 再加上我们好多人呢 他有一种什么心情呢 就是说 总想着比我周边的亲戚啊 朋友啊 比我周围这帮人过得好一点 我心里能舒坦一点 有这么一个心态 所以呢 这个 等于就是社会底层人呢 就就就又吃了这个资本家给画的饼了啊 那这些年呢 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呢 越来越清醒了啊 越来越清醒了 有些饼他开始不吃了啊 那接下来呢 资本家呢 他也是贪婪的嘛 他就想着 怎么着让老百姓 就是社会最底层老百姓 再消费啊 再消费啊 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那例子 比如说我是这老板啊 一年挣一个亿给底下 发了两千万的工资嘛 我自个儿留了八千万嘛 对吧 也就是说就是 就算是这帮员工啊 他第二年 他把这两千万一分不正全花了 就是说员工全成月光族了啊 那最大产值 这也就两千万 也就是第二年我生产那个产品啊 不能超过两千万啊 因为生产那么多没人买嘛 钱就那么多钱 对吧 社会底层兜里人就那么多钱 那结果他们想出一什么孙子招呢 就是贷款这个玩意儿啊 我这不是还有八千万呢吗 对吧 我 我把我这个八千万 我把我这八千万 以银行这个方式 就是说我弄到银行去 以银行贷款的形式 发放给穷人 让穷人去花 就是富人的这个 从穷人身上压榨出来 这个巨额的利润呀 又通过这种以银行贷款的形式 让穷人变成穷人的负债了 这个表现形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买房 就是买房 不是你穷人手里都有两千万吗 我老板手里都有八千万吗 对吧 我把房价给他炒高了 炒高了 你们总得有地儿住吧 这房是刚需呀 对吧 你结婚娶媳妇 你得有房吧 对不对 要不然没人跟你嘛 对吧 在忽悠 利用媒体 忽悠忽悠丈母娘什么的 对吧 你们想买房 房价那么贵 你们没钱买 没钱买怎么办 我贷款给你呀 我这有八千万的得嘞 我把我这八千万放银行里 以银行的方式 带给社会底层穷人 这一下 这消费力不就成一个亿了吗 对吧 这一下我 我 他们花钱了 对吧 我第二年我就能创造更多的商品去卖给他们 对不对 你老不花钱老攒着我 我生产 生产那些产品就会滞销啊 对不对 它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经济结构 然后呢 其实说到房地产呢 我扯了点闲偏 扯了点闲偏 就是说 为什么说咱们的日子说越来越难过 就是说感觉这个钱不好挣 但是挺好花的 其实呢 我们最近这三十年高速发展 得益于美国 美国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嘛 我给大家 打这么一个比喻吧 就比如美国人家有钱 人家吃饭都是一桌子菜 什么鲍鱼啊 龙虾啊 帝王蟹啊 什么象马蚌 全有 全有 然后咱们时间退回到1980年吧 就是说咱们要改革开放 为什么改革开放呢 那会儿跟美国商量好了 美国商量好了 那个什么 你们家以后马桶我给你倒了 你们家那个猪以后我给你喂了 你能不能给赏我点饭吃 那会儿呢 咱们撞的就好比说还吃康燕菜呢 吃着康燕那烂菜叶了 那美国说行吧 你看我这桌上 那肉盘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你拿走吃去吧 那再给你添个素菜 麻婆蜡蜡 你拿走吃去吧 那么呢吧 那还有盘花生米 行吧 我再给你弄点小酒 便宜点的那种 比如说十几块钱一瓶那种 便宜小酒 让你有点酒喝 花生米加点就点小酒 这一下呢 本来我们以前是吃康燕菜 这一下呢 我们好歹有肉吃有酒喝了 但是人美国呢 人家还是鲍鱼啊 龙虾啊 帝王蟹啊 小马蜂啊 人家吃这些东西呢 人家只不过是把人家觉得那个 不爱吃的 吃着觉得腻的 或者吃完了 怕自个儿得三高的那些菜 分给咱们了 啊 这就好比这 这就是什么呢 从凯德开放之后啊 什么低端制造业 向咱们国家转移 啊 咱们呢 就是说帮人生产点什么 口罩啊 袜子 衬衫啊 是吧 什么小家电啊 小生活日用品啊 还挣点小钱 得益于 所以这三十年呢 咱们这个经济 高速发展 啊 高速发展 啊 所以在这说一句啊 别觉着现在我们就牛逼了 啊 现在 吃了几年饱饭 就觉着自己牛逼了 啊 我们现在还吃的是美国的事 就是人家事呢 吃腻了 不爱吃的那些东西 给完了 是因为 只不过以前咱们太穷了 连饭都吃饱 现在可怕能吃上点肉了 你就别觉着自己牛逼了 啊 别觉着老想四 什么敢抄美国 什么的呢 想多了 好吧 完了呢 这两年呢 因为各种原因 俄乌战争原因啊 三点口罩原因啊 美国那边日子 那边不好过了 啊 就是 他那个鲍鱼龙虾 帝王蟹什么的 有时候也断顿了 吃不上了 啊 就开始长上他们的 你看那个中国老弟 前两年 是吧 我把哪些猪肉炖粉条子 啊 什么那麻婆豆腐 小花米 小酒 给了那点 你这两 神仙点你不是一直 古兽无牌的吗 这些点你好歹有肉 有酒喝了 你也算是身上有点飙了 对不对 哎 要不你供供供供我 我这大哥这快快吃不上 龙虾鲍鱼 帝王蟹了 咱们这呢 就有那民邦佛宝寒奸 啊 就开始说行 大哥我给你弄啊 我给你办这事 这些人是谁呢 像什么许家印 什么就直接搞房地产 这帮人啊 把中国的地产 搞起来了 啊 把房价推动起来了 他们建这个房啊 好多钱都是从美国 银行贷款的 啊 然后呢 把房价炒起来 让好多老百姓呢 背上这几十年的 这个 房贷 车贷 各种信用贷 啊 然后呢 哎 通过把这个 利用房地产 挣的点钱呢 源源不断的 连本来立的 给美国那边输血 啊 给美国那边输血 啊 为什么有些大佬 捞足了 就跑外国去了 换外国国籍了 啊 本来就是 走狗 啊 帮外国办完事了 然后自个儿呢 怕以后啊 啊 遗臭万年 索性颠了 啊 就这么个事 啊 行 那 这个经济逻辑 大家明白了吧 那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三战 一定会爆发 啊 呃 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口罩原因 因为 俄乌也好 什么巴乙也好 就 烂七八糟 各种原因嘛 他这个经济 开始往下掉了 知道吧 你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人都捂着兜 不想花钱了 啊 捂着兜 他不想花钱了呢 那这些资本家呢 他第二年 他就不敢再生产这些产品了 对不对 比如说头一年 我这手机生产了一千万台 我卖出去了 第二年 啊 这人他捂着兜 他不敢花钱了 就 就对吧 啊 那就生 那就只能卖八百万台了 那就比头一年少生产两百万台 那少生产了 是不是我没那么多活干了 我就要裁员呀 对不对 啊 那 就裁员了 就是这两年为什么老裁员 就是 人 因为疫情也有原因 各方面原因吧 啊 人都不怎么花钱了 对 对未来的预期也有危机感了 不那么乐观了 啊 他不花钱 然后资本家呢 对于自己生产的一些产品呢 觉得第二年 也也没那么好卖 他也不敢生产那么多 甚至还得减产 他这一减产呢 他就得裁员 裁员就有人下岗失业 失业呢 他就又产生 一些盲流子 他找不着工作呢 他就是 又 又 又带动了 下一年 这个 这个消费又再低迷 那他再低迷呢 他 他又得降低 比如我又 到了第三年 我总八百万这手机 我预计第三年 只能卖六百万台了 我又得减产 减产完了 又得裁员 裁员完了 社会上的盲流都又多 更多了 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啊 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那这恶性循环 这个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这个恶性循环 打张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裁员下岗的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不敢花钱 越不敢花钱 这个企业就越不敢生产 不敢生产就越裁员 到了一定程度 失业的人太多了 那会发生什么问题 大家应该明白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必须得找个苗头啊 就在比如说就在美国 美国对咱们实行贸易打压什么的 制裁咱们什么 那个芯片也不给咱们 咱们跟他干 那打仗有什么好处呢 打仗的好处就是 挺好的 首先打仗啊 上层人士 他们人身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倒霉的那是底层人士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炮灰嘛 对吧 打仗第一可以减少人口 十四亿人的 对吧 减少点 不是 全球七十亿人的 减少点 对吧 然后再一个呢 这一打呢 劈了扑路一炸 比如说你那个家里的房子 因为战斗战争 啪被炸了 桥梁被炸了 高速公路被炸了 基础设施被炸了 等战后呢 你得重建吧 这一重建就有活干了 有事干了 这人 就就就之前下岗失业那些人就全都能干了 这多少活呢 满厨是废墟 全都得重建 房子也得建 马路也得建 各种什么东西都得重建 那就需要人了 那大家就全都有活干了 就不会有人失业了 对吧 这一下再重建的 这经济又 从零开始 然后一点点往上走了 就开始进入一个上升期了 其实呢 这就是世界大战呀 其实这个玩意儿 它就是一个经济周期 等经济衰退到 一定成功 必须得靠战争 劈了扑路 全炸一气 减少点人口 对吧 然后减少点这个 一炸 然后需要战口重建 战口重建 它是一大工程 它一重建 它得重建好几十年呢 这国家才能重新重建进来呢 大家伙就都有钱赚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 我想问大家说 为什么我老说别再生孩子了 人家有钱呢 人家想把这个巨额财富 找一个继承人生孩子了 人有权的呢 人想把权力 接着让他继续继承 找个继承人 人生孩子 你没钱没权 你生什么孩子 你生下来 你就是炮灰 你就是被人算计的 你生啥孩子 对不对 每天一打仗了 也是让你充钱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话说回来 很多人说 那我怎么办呀 二手哥 我老百姓我怎么办 我跟大家说 从现在开始 你去学一下技能 就是这项技能 它甭管它是体劳动 还是脑力劳动 你学一下在全世界 你走到哪 你都能靠这项技能 去挣饭钱吃的 这个 挣着钱吃饭的 这么一个技能 你这就是这个技能 今天你在中国这 你能靠这个技能 挣钱吃饭 明天你去了美国 你也行 后你去了古巴 你也行 你去了哪 你靠这项技能 你都能自个儿养了自个儿 学着明项技能 今后哪安全 哪没打仗 你就先奔哪去 然后靠你这项技能 在当地 那个先安顿一下 能甭管怎么说 先保住命吧 其实我能想到 也就这么多了 毕竟我也是个小老百姓 其实我能通过 最通俗的语言 把这些东西 讲给大家听 并且让大家能听懂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 就是说通过上述 我讲的这些东西 我想大家已经都听明白了 三战肯定会爆发 而且不远 所以呢 有能力的 学个一日之长 到时候准备颠 也不一定说 非得是 咱这肯定打起来 但是呢 要留一手嘛 我叫留二手 我老师要留一手 我们老师 每次教我的时候 你到考试的时候 你要留一手 我就说 我留两手吧 我比您还多留一手 您都得留一手了 我就得留两手 行 就说这些吧 作为没能力的人呢 觉得自己是个社会屌丝 编脚料 觉得自己是个牛马的呢 就该吃点吃点 该喝点喝点 也别想着什么 结婚娶媳妇 什么生孩子 这种玩意 这种事 趁着这口劲还捣着 能吃点吃点 能喝点喝点 乐呵一天是一天半 明白吧 我可能讲的有点乱 但是大致的 这个内容 我相信大家已经听懂了 我们已经听懂了 就是我们这些社会 底层编脚料 底层老百姓 一年挣了多少钱 人家上面人 有一个统计 老百姓手里 一共有多少钱 第二年 人家要生产 发行多少商品 是根据我们手头 有多少存款发行的 对吧 一共有这些钱 你就只能生产这些 对应这些钱的东西 你生产多了 他没那么多钱买呀 对吧 为了让我们多花钱 就 他们就把他们兜里那点钱 放在银行 以银行贷款的形式 变成我们的负债 让我们背上一个 几十年的外债 然后这么着去花 我们花的越多 他们第二年 他就能多生产点东西吗 他们就挣的越多 再一个 他生产的东西 如果要多了 他第二年 他还得多雇佣点工人 对吧 比如说明年 我要加产 增加产量 扩大产量 扩大规模 那是不是我还要多雇人 他雇的人越多呢 他给这些人 发的工资越多呢 这个有收入的人就越多 然后这些人又有收入了之后呢 他又能多花钱 他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经济 他总是有周期的 他有良性的时候 他就有恶性 反正呢 甭管这个经济啊 他是趋势向好的时候呢 倒霉的也是老百姓 因为你你经济向上的时候 就比如说前二三十年 中国经济大发 大踏步发展的时候呢 一定有人站出来 让你去贷款 啊 哇哇你也贷款 因为 因为那会儿老百姓也觉得 未来经济 预期好嘛 啊 经济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哗哗哗让你贷款 等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呢 还会有人搁你酒派他 啊 有人会跟你讲房子便宜了 现在是超级的好时期 啊 什么这东西便宜了 你买着囤着点啊 能过两年经济好转的时候 他能暴涨 什么的 都扯淡 啊 都扯淡 要我说呀 各位 你们要信我的 什么都懵弄 那发财那事啊 跟咱们压根都没关系 啊 就不是 就不会产生在咱们这种社会阶层里 明白吧 啊 你就 该吃吃 该喝喝 乐呵一天 是一天 过好眼前的日子就完 明白吧 啊 因为咱的社会阶层就决定了咱们这辈子的命运 哎 说多了啊 又说多了 但是我人呢 心知口快 啊 嗯 怎么说呢 是个性情中人 也不能说是心知口快吧 愿意跟大家多聊滚 啊 你们呢 遇到我也算是你们有福 啊 你们 别人还不愿意跟你说 哈哈 行 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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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